第172章 自己挑媳妇 句话这才明白 她是想弄成标准化 流水化的作业 那也不用这么费劲吧 青木笑道 嘿 瞧你多有福气 连吃好多铁 咱可是好不容易才吃一回来 说得大伙都笑了起来 李长宇道 哎呀 主要是请的人不够熟练 我用的都是姑姑家的人 没请专门的师傅 所以学的就慢 他们做一碗两碗就可以 要他们连续做好多碗 就老是出错 所以就不停的试 青木和菊花静了一会儿 一起大笑起来 都说要是这么的 确实会吃得倒位 郑长河吃了一头汗说道 嘿嘿嘿 要是我在那儿就不会吃倒位了 我喜欢吃这个东西嘞 菊花笑道 嘿嘿 爹 啥好吃的东西吃多了都会倒位的 长宇哥 那要是不成的 要是开张做生意 来的人一多就乱了 你得找个人专门配菜 让他把一万酸烂粉丝需要的配料都弄齐了 厨子呀端过来 放言他总不会出错吧 李长宇听了眼前一亮说道 哎 对呀 这么一来 厨子省事了也就不容易出错了 张怀听了他的话 气道 我不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 他家的那些亲戚就是不听 李长宇愕然说道 你说过了 他们不懂 你该跟我说嘞 张怀道 你也在旁边 听了也不言语 我以为你不乐意嘞 李长宇就抱歉的对他说道 自己当时肯定没在意 说笑了一会儿 两人竟也没啥事 便告辞离开 出了郑家 李长宇和张怀不复在郑家的谈笑模样 都沉默了下来 他们各自想着心思 却又彼此心照不宣 进了村 也是默默地分手各自回家 一路上竟然都没有说一句话 张怀也不再胡思乱想 心里异常地冷静 坚定地对自己道 除非是菊花自己不乐意嫁他 否则谁也别想阻止他 这个冬天 因为青木和菊花的帮助 他家的收入要比预计的多得多 辣白菜卖了四两多银子 自家两头猪杀了全部灌了香肠 腌了腊肉 这还不算 又从镇上买了些猪肉灌了香肠 这一次足足赚了二十多两银子 这还不算镇家储存的几千斤香肠和腊肉 这是郑家张家 刘晓妹家和赵三家合伙做的 等明年春迈出去了 就能得到一些分红 他一路算计着 携买荒地 种山芋和玉米 再多喂些猪 盖房 生活是充满希望的 想着这些 他的脚步就轻快起来 李长宇则满腹心事 想着自己对菊花的惦念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许不是今天 也许是上回来就开始了吧 不然自己也不会在船上 吻怀子那样的话了 当时自己还没意识到 还奇怪自己干嘛 要去找怀子的不痛快 看怀子见到菊花的那副神情 怕不是念他一天两天了 自己这样凑上去算啥 最让他颓上的是 他不了解菊花 一点也不了解 他都不明白 自己为何会惦记他 到底喜欢他啥 那一年在村头 菊花猛地掀开面筋 露出那一张赖皮脸的情景 如在眼前 可是自己好像并不在意嘞 他脑子里如一坛江湖似的 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喜欢菊花的 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有些迷糊 怀里那又花的面筋 更是提醒他 他跟菊花隔得那么远 根本就不知道他喜欢啥 真要好好地想想嘞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不知不觉 任由两只脚把自己带回家 奇怪的是 居然没跑错家门 回到自家大院 正屋里传来了爷爷爽朗的笑声 他走进屋 看着围坐在活桶边 谈笑风声的家人 脸上也浮现出笑意 说啥了爷爷 啥事儿叫你这么高兴 你老人家该不是捡的金子了吧 李明锐竟自从回家后 就忙得不招屋的小孙子 又跟往常一样说笑起来 心里高兴 拍着身边凳子对他招手道 来来来 长雨呀 这边来坐 你说你都不大管事的一个人 忽然间就管起事儿来了 弄得呀比你爹都忙 我都不习惯嘞 刚才这话还有点像往常的样子 李长雨笑嘻嘻地坐到爷爷身边 懒洋洋地靠在他身上 撇嘴说道 嗨 先前总是说人家老不成 如今老成了又嫌弃人家了 李长风看着有些憔悴的弟弟 微笑道这话呀倒是真的 我以前总觉得他太跳脱了 那天见他跟怀子坐在酒楼上 跟人一板一眼的谈生意 我都觉得怪怪的呢 好像呀那不是长雨似的 连怀子也跟往常不一样了 说起张怀 李长雨就沉默了 刚缓过进来的心情 立即低落下来 方氏手里站着鞋底子 一边捺一边关切地问李长雨 饿了没 要不要娘做些饼帮你吃 李长雨扑吃着笑道 娘不是才吃过上午饭 没一会儿嘛 哪里就饿了 你还把人家当小娃子嘞 一直以来 娘问他最多的话 总是饿不冷不 李跟田点点头道 嗯 长雨长大咯 快娶亲了 但把你哥的事忙完了 就该忙你的了 成家立业 你忙着立业 这亲事呀 我跟你母亲就多操心一些 李长雨大吃一惊 坐直了身子问道 谁娶亲 咋好好的就说娶亲上面来了 李跟田白了他一眼道 谁平白无故地说这事 还不是帮你割定了一门亲 才说到这话上了 我们呀都说了半天了 又不是你回来才说的 咋了 你也想去啦 但男的的好心情 跟儿子开起了玩笑 李明锐乐呵呵地摸着小孙子的手 对他道 你哥说胡县令呀 帮他保了一门亲 是清辉县高居人的贵女 我们刚才商定了 同意这门亲 准备呀 年后就上门提亲了 李长雨惊讶地 瞧着脸色有些发红的哥哥问道 啊 这啥时候的事 我咋没听你们说过了 李长风抬头瞅了他一眼说道 跟你说 你有空跟我说话吗 这么些天呀 就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是忙着跟怀子 记忆那些生意上的事 满嘴都不离 肉啊菜呀 铺子这些词 晚上回到姑姑家 还不等我问你一句话 你就打憨了 如今回来了 我想我跟爹娘说的时候 你总能听到吧 谁知你又出去了 你说 这能怪我吗 李长雨听了很不好意思 忙笑嘻嘻地对哥哥做个一 说道 是弟弟不好 竟然没把哥哥的终身大事放在心上 该死该死 等哥哥成亲的时候呀 弟弟保管送一份大大的礼 三个老的见兄弟俩和气的样子 都说心地笑了 方氏就担心地问李长风道 长雨很累嘛 哎 你说你这玩儿 好好地说不念 要做啥生意 这累死累活的 你又没吃过苦 咋受得了呢 李根田不悦地对媳妇说道 他一个乡下土铮土长的娃 有啥受不了的 人家那高门大户的娃 还不都是一样要操心干事 谁也不是混吃等死的人 李长雨点点头道 嗯 娘我不觉得累了 哥 你见过高级人的闺女吗 李长风微笑点头道 去年元宵节见过他一面 李长雨立即兴奋地凑近他问道 哎 他长得啥样嘞 李长风见他那样子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 又不是你媳妇 管那么多干哈 兄弟俩的样子 惹得一家人都笑了起来 李明锐拍拍孙子的手 笑道 是不该管 你呀 只要晓得你自个儿的媳妇 长得啥样就成了 长风娘 你跟媒婆呀 好好地说清楚 咱长雨的媳妇可要慢慢地跳 嗯 到时候呀 我也是要相看的 长风的媳妇咱不能插手 长雨的媳妇 我是做爷爷的 要亲自相看 方氏点点头道 哎 我到真月里 找一趟下堂级的张媒婆 托他打铃铛 李长雨已经听呆了 急忙站起身来 打断他娘的话 郑重地对爹娘和爷爷说道 爷爷 爹 娘 我今儿要求你们一件事 李明锐见孙子 郑重其事地恳求 忙心疼地拉他坐下 说道 哎 你这玩儿 有事呀 说事 自家人 说啥求不求的 来 跟爷爷说说 你要求啥事嘞 李根廷和方氏 也诧异地等他回答 连李长风也诧异 这个弟弟 越来越让他琢磨不透了 李长雨的目光 一一扫过自家人的面孔 恳切地说道 我想求爹娘 我的亲事 让我自个儿做足 一家人 登时笑容僵在脸上 过了好一会儿 方氏才紧张地问道 长雨啊 你瞧成谁家闺女了 你没干啥事吧 李长雨被他娘问得一愣 随即失笑道 娘 瞧你说的 你儿子是那样的人吗 放心吧 你儿子呀 啥事也没干 我不过是想自己挑一个 核心衣的媳妇 李根廷和李明锐 这才松了口气 李根廷张嘴 就想训儿子 可又一想 自己年轻那会儿 为了娃他娘 可是狠狠地折腾了一番的 便把那训斥的话 吞咽了回去 他板着脸 对李长雨道 你自个儿挑 你都见不到 人家闺女咋挑 说是为你做主 到时候 还不是要想办法 让你也瞧瞧 总不会 不让你见一面 就把亲事定下的 我跟你母亲呀 不是那古板的人 在乡下也没那么多死规矩 你怕啥嘞 就说你哥这事 我们还不是没见过 可是你哥说不错 我们还不是点头了 要不要